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 一个涉到空虚 网台血泪史 这么快 这个节目都做了一年多两年 都说了很多 在这么多年里 帮MIHK制造那么多不同的节目 和不同的人合作 有什么的经历 起路哀乐 这个节目都和大家分享了很多 但是今集呢 我就要和两个前辈 say a thank you 这两个前辈 对在我们operate的MIHK里面 都有很多的帮助 对我老我个人来说 都对我有很多的啟发 和在他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这些的啟发和这些的 在他身上学的东西 的而且确就是帮我在我自己的提升 升的这个level 还有在这个营运 或者做节目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得着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老奥都很尊敬 就是我们的前辈 黄祝文教授 教主 刚刚没多久呢 就是他刚刚的这个牛一 我在这里就值一个的机会 就祝他就是一个 先福永享 授予天齐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继续呢 就是帮香港人发声 为不平的事情 就是炮军 是吧 不管你是身处天涯 哪一个的角落里面 都有他这把的声音 伸张正义 对一些的不公义 就是吊致他们 那还有呢 就是大大力 就是扮够这把混家产 那很老实说 就是 老我做网台节目呢 就是不多不少呢 都很受教主的这些的启发 那我想香港 就是如果做时事评论的 很多的网台的主持人的 那很多的朋友 都应该有听过 教主的这个节目啦 那我也都很 坦白承认啊 就是我是听他和老肖的 这个节目为主的 那当时的时候 我还很记得 就是都是 刚刚有欢频上网的时期 那而当时他们还没有 现场直播 那錄了一些的 声音 只有Audio的而已 那然后就上传上去 那等到那个网页呢 就是出现了他们那些的 声带啦 那我们就下载来来听 那后来到后期一点点 就只有一些的视频 就放上他们的网站 那甚至无论就是放他们的 这个YouTube 那后来就当年 就有这个 Streaming 啊 直播啊 各方面的东西啦 那当时来说 是件事来的 就是你想想 教主 给商台 余老真 是吧 就是不跟他合作 是吧 那他都要找个地方 要发声的 大哥 那好彩就有一个 互联网的 这个出现了 就是不用给那些 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 就是自己玩自己 就是不给一些的 其他的声音 就是发声 那我们也是在那个时期 就得到很多一些的资讯 甚至无论我们 听时时评论啦 都主要呢 就是听网台的一些的节目 那当时我真的完全 没有想过呢 就是我有机会 是可以搞一个的 网上频道 网上电视啦 什么都好 那甚至我更加没有想过 我可以有机会同台呢 就是和教主 就一起去做节目的 那就是你想一下 譬如你是小智强 你踢球的 那样 你突然之间 就是你 好鬼死崇尚这个比利球王 那样 哇有机会就在一个 比赛里面 和他拍着照 那样射球 那样多个人啊 就是 那这个真是 dreams come true 我想很多的一些 看教主节目的朋友 都很希望 不要说 走个位去 和他一起去做节目啦 是不是 和他一起 就是看着 现场 在myradio那里 或者普罗那里 看着他做 讲节目 是吧 做事 哇 七成照片 拍了袋 屌射一些狗官 是吧 然后我们跟着 就在下面 中个小粉丝 那样 就是 耶耶 那样 哇 那我已经很个人 但是这些 的 完望 就是完全 就是 实践了 是吧 那 我就是 都猜都猜不到 那时候 应该是 虞慕依 是 2000年 还是多少时期 就是 在2000年 头 还是中 那个时期 我都不记得了 exactly 是什么时候了 总之我搞 有机会上一个 人夫做节目 就是在之前在天乐里的香港人网的时期 那个年代已经是2012 2012 2012 左右的这个时期 那再听他的节目 就是在dayback 几年前 差不多是 千禧年尾的时期 那时候左右 那怎么会想到 有机会 我有机会可以 自己有一个的频道 也都没有想过 可以和他一起去做节目 不过 说起教主 就是教主是一个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说 哎呀 他就整天都养狼狗 拗春代啊 又或者是他 是和很多人合作啊 都要骂翻啊 一个收场啊 但是当我营运了一个网台的时候呢 我就很明白到呢 合狗必分 分狗必合 和人有艾撒 这一件事其实就很等限的 那我想 就是大家也都不需要看这些 看得很紧张 因为始终呢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的坚持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也都有一些的底线 那也都有一些的原则 那如果你发觉 当时和人家合作的 一个时候 可能在某一个的时段 大家以为大家的理念是很一致 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些的过去 是不是 然后发觉 大家看的东西 有些的diviation 又或者有一些的取向 去到某一些的critical moment里面 如果大家选择的东西就不想同 那当然 当然知识啊 knowledge啊 视野啊 胸襟啊 信仰啊 亦都很令到一个人呢 和你合作的时候 有很大的分叉 那我当然会完全明白到 教主为什么 就是 似乎合作的时候 都会和别人会撒起啊 但是我相信 是因为一个叫扎线固执的原因 那也都有一些的人 可能会做些事情出来就是 和教主自己的一些底线啊 原则啊 价值观啊 会相违背 那又或者发觉 啊 这些什么样子 和你合作了这么久之后 竟然原来 有某一些的 这样的位子 你这些什么样子 就会变捷啊 又或者 和以前所说的 就会做一套 那很令 嗯 嗯 会和他合作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多 frustration 那我都很share 这一样东西 那在我 做网台这么久 我又何尚不是 看到很多的人情冷暖啊 那些人会 啊 啊 随着时间啊 随着 不同的授语啊 或者不同的选择的时候 就会变捷啊 是吧 那或者某一些的 利益出现了的时候 那他就可能就会 哎 什么东西有情啊 什么东西道疑啊 什么东西的 一个大方向的目的啊 走去什么的方向啊 关人构事 四个大字 彩你四婆啦 这个的 Instant Graphification 最紧要 先叹了水 先叹了好东西 在这个moment里面 就是叹了水 什么长远啊 什么的bonding啊 炮至于老后的啦 那这些是 我想只要大家 在这个职场里面 打滚过 或者是在商业社会里面 就是走过 我想其实你会见这些 就会很容易出现 那还有我经常都跟大家 讲那件事情就是 开头的时候 大家有机会上一辆 大家有点像上巴士那样 上一巴士里面 以为大家去的一个目的地 哦 原来你在这个中环总站上车 打算去这个赤立国机场的 哎 殊不知 有些小孩 没过海啊 就在湾仔天落里 就落车了 是吧 那或者过了 这个红磅隧道 又见前面塞塞的 就跳车 是吧 又或者去到旺角的时候 转火车 哎 不肯定有空理你了 那样 或者反过来 有些人 就在尖沙咀下车 就搭回天星小轮回香港 嗯 比比街市 那所以我都很珍惜 就是 继续由 day one 在总站遇见的一些朋友 原来一直到现在 一直 经过塞车啊 坏车啊 是吧 呃 抄牌啊 是吧 红绿灯啊 这个的故障啊 还是怎样 一直沿路 到最后 我们可以一起去到 这个赤立国机场 这样 那这个比喻呢 我都一直都很努力 就是 勉励自己 不要太戒怀 就是 开头有多少人走 去到最后 只剩多少人静 因为大家 走那条的道路 都一定要付出 一个上下的坚持 大家去的方向 大家有一个理念 或者是 大家的一个承载能力 都是完全都是很 很 不同的 是吧 那所以 来到的时候 那大家有几个站也好 半程车也好 可以相处得到的 就当然开心了 有些什么挨撒呢 那你更加值得开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不会去到差不多 总站那时 才起来飞脚 是不是 沿途一早 神那么早 就闪了 那对你来说 更加有益处 那说起教主 为什么我一直都 这么感谢他呢 因为 很好实说 就是 教主一早就已经是成名 江湖上 享负成名了 已经是不是 那而 就是 我 九十年代那时 看他做一个的 历史 几狼都有 我直接 当成了一个偶像 就是 好人好看 他们这些节目 是吧 那龙门阵的时候 咬到清根导演 是吧 但是有时他做 做戏也很好笑 他走去做 就是一个香港最后一个港督 是吧 做警务处长 又很搞笑 就是你 你发觉他有很多面看的 但是当时教主 你比较感觉他 是好像很恶 那样 就是 正宗有他的 卓号 癫狗 会咬咬人 那样 但是到 后来有机会 机缘制语 就是 我们在一个 迷米 出来 那教主也都 somehow 知道我们的存在 因为我当时做那个 节目星期五 没有旅 其实在网台界里面 都很多人看 那教主可能也觉得 咦 有些义军突起 有个年轻 是吧 要谋仰 是吧 在那够 够讨论 说一些色彩 又在那够粗口 粗口 懒舌 这样 也都很多网民 就是有一个feedback 可能他到时 有留意我们 那到我们出来搞 就是 低造频道的时候 那可能教主又觉得 看看 你这班人仔 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topic 就是 有一些的不同的inspiration 我一教主其实都很想 买radio里面 都是很多不同 类型的这些节目 但是 这个我就始终觉得 可能他人手 或者他那些人脚的关系 始终没办法 是突破了 就是 除了教主之外 在myradio里面 很难有一些 其他一些节目 就是可以突围而出 那我想我一会 我再说一说 我在这方面有一些的看法 那 但是 知道我们和老蕭 不妥当的时候 那其实 就是 啤梨也都是中间 就是他和教主 比较熟乐 那教主也都知道 我们会出来去开台 那有一次 他就特意 约了教主出来 例如我们吃一下饭 见面 那这样 那可能大家就是想着 多个行家 多个网台 网台加百花齐放 那就认识一下 那我又记得那次见面 在靓布王呢 是宵夜 那教主也都就是 当时就是很帮忙的 那也都说了一些 做一个网台里面 最紧要一个的要缺就是 content 如果这个网台里面 这些content不能够 那其实呢 你真的吵架气 就是 你 你弄个西班牙舞厅出来 是吧 就是大家 黑咆咆进去 坐黑厅吗 那最紧要是灯光火着 是吧 看到了 哇 里面燕瘦还肥 高位齐肥修 什么都有 是吧 个个面貌捐好 哇 这个装饰堂皇 是吧 总之就是 粒粒皆星 那就是 起码你的节目 多人会看 有多一些的 一些的recall 那我想这一方面 就是教主 的一个提点 我一直都 去到现在 我都是铭记于心 那另外就是 当我们走出来 做过基地的 一个时候 那就 当然就 他也都 找了他一个 的老友 那 阿迈古 就是上我们的 台里面 给一些的意见 我们这些 hardware software 怎样 设置 各方面的 的 提点 那 那我觉得 就是 这个呢 就是 是非常之好的 它是 义务的 是 没有收益的 的 純粹要 他这个technology的 一个advisor 给了很多 宝贵的意见 我们 但是严格的来说 我们都是竞争对手 来的 是吧 就是我们 都是可以说 就是 他是 家和 那我 我都是 辛丽誠 是吧 就是 大家 就是 大家都在 抢着网民的 这些 的 眼球 那他 他 二无反顧地教我们 那也都是 找人去 你 看了我们是怎样 来不喜欢 有谁会 查一下我们 喂 你们做成什么 洗脑 这样 亦都肯上我的台去做节目 这样 那我真是来客串 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激他 因为 为什么呢 他可以不需要理我们 就是对比起 同一个 人 那个就是老蕭 就是老蕭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跟我打个招呼 是吧 就是 虽然我给了这么多钱 给他赚 租了的地方这么久 是吧 就是 那个头生了在天灵盖 但是你对比就是老蕭和教主的人品 基本上一个就是天一个就是地 就是你很感觉到老蕭就是高傲自大 自以为是 自己赢了 自己扒斑了 就是完全不会和后辈会分享 但是教主就很看后后辈的 那还有就给了很多的一些意见 都无私那样 可能和教主曾经教书 就是有教无虑的一些精神 就是在这一方面 那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在他身上 只要你肯问 只要你肯问一些问题 他一定会告诉你 他一些的看法 很终肯 都很坦诚的 那和我们在节目见到 他的那些凶神恶杀 就是杀气等等 那种的一个形象就很不同 那我接触他那时候 就是其实教主 他都可能深港体伴 令他的宗教信仰愈是越坚定 他人很糕词牆的 笑容满面 很客气 就是 完全你感觉不到他会摆架子 那反而是一个很关心后辈的一个长者 那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 黑鱷鱼 你到现在都常常都摆着狗仔口 不是啊 因为我真的很尊敬这位的前辈 如果不是这位前辈 就是帮了我这么多忙 对我一些的提点 那其实很老实说 我们在开台的时候 他都愿意上来 那你想一下 上来你的台里面 跟你去做节目 那其实就是名益你啦 为什么 喂 黄欧文三个字 就是已经是票房保证来的嘛 是不是呢 那你自然会 我找了很多的其他一些 不知道我们的MHK啊 不知道我们的低俗频道啊 不知道我们的鳄鱼啊 不知道我们的台是什么的 其他的一些的网民 都会留意我们的这一局的台 那之后就可能会 咦 挺好笑的 这个节目挺好看的 那再找其他一些节目去看啊 这样的情况 其实教主也有曾经跟我讲过啦 就是内容是最重要啦 所以我一直在这一方面呢 我都会想 在怎样可以去突破 那其实我好老实说 那当然是 网台界已经是不同 以前这样说一个platform 有很多不同的节目 那其实基本上 现在都已经是 也都很转变了啦 那其实就已经没有说 一个platform 有很多的节目这种的打法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每一个人 个人化的一个channel 那个人化的一个channel 就是你就是你啦 譬如你是黑智点美食家 那如果你有黑智点美食家的channel 就是教人你怎样去煮东西啊 你怎样去买菜啊 怎样去吃好东西啊 怎样去评论一些好不好吃啊 讲一些的饮食文化 又或者是看一下那些铺铛 哪家东西好吃啊 跟那些铺铛老板聊聊天 那你整个channel呢 就已经是变了 你很个人化 你自己这个人是代表了 什么的这个stand point 然后你这个channel里面 就找回关乎你的character啦 你的爱好啦 你代表那种的价值啦 你你喜欢喜欢那种的substance 而是这样去看 所以譬如MIHK 其实就会比较就是 奇怪一些些 因为在我们的channel里面 我们仍然是保留了 有以前那种网台的特色 就是百花齐放啊 多元化啊 什么东西类型的节目 都希望尽量包容都有啊 那但是其实就已经是有一点的改变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其实都仍然是以香港文化 香港保育啊 香港议题为主 那就是在这个topic里面呢 然后我们就不同的团队一起去feed下去 那而都尽快了这么久啦 那我其实都有些的妥协就是 在整体的这个channel 就以我为一个anchor 然后带不同的手足 一起在不同的topic里面呢 就去发挥的 那所以在这个的大方向之下呢 就近似现在的这种 哇 个人化的这个channel 单天保自尊 看一个人明星一条channel 那样个人是代表什么 就是看死你一条channel 而不是说就是 哇 有那么多 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节目 是一条channel那种的打法 那但是我就是变了 就是仍然以我为主 但是我集合不同的人 一起去这条channel里面呢 加添一种的香港的element的做法 那那个evolution就会变成这样 那如果大家有了解回 是我们以前的MHK 和现在的一个对比呢 那你就知道说 是打横向每天就 8点到11点3个节目 是吧 那其实是一个platform 每天有不同的类型 它有很多不同的人 是吧 很多不同的主持 那但是这种的做法 你就会很劳民伤才啦 货币很多啦 人多口雜啦 有了people management 就会很辛苦 那打起来的时候呢 你是在run的一个station 你不是在run的一个youtube channel 那现在我就 将两样东西就去streamline 了变了不同 那但是 那其实 其实就是 如果你看回呢 我们尽量做我们的节目 都尽量多元化 那其实教主他们 我记得都有一段时间 他都曾经有品酒啊 又有一些讲香港故事啊 那也都 有一些不同的主持上去讲话 那尽量都多多多元化 那我想这个就 就未必是关教主 落手落脚 他自己会做这一件事 那我想教主 仍然当时 真的会做回 他的动品踩场 这个节目会多些 那其他应该交给 梁錦祥呢 他自己去handle 那我自己看 那为什么 就是这一方面 其实他都尽量做很多元化的 这个做法呢 那而为什么 因为梁錦祥做不起呢 那我想和台长 他自己的人 是不是一个creativity底的人 出发有关 他可能是一个 一个报人 一个媒体人 但是不是一个创作人 那所以 有很多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会 那个market inside 那方面呢 就会比较 抓得不够紧 就是如果你问我 我一个很坦白的意见 那又或者 就是我和他们 都有同一个问题 就是就算我们找到 一个很好的一个topic 那是不是这么容易 找到一些 对的人去做这个节目呢 是不是 始终你又不是说 就是 电视台 哇有艺员训练班 有人教你 发音要标准 不要那么多懒音 是吧 又要帮你写完script 又有监制 又有pindo 有资料搜集 去砌一个节目 我们在网台做的一个节目 都是唯一唯一唯 是吧 one man band 你说我给一个时段 那我自己想 我要讲些什么东西 就准备好了 去到台上 operator 你有没有片播 没有片播 就拍了你带头 就讲足30分钟 完事 所以要好看那个人的charisma 他的气场 他讲话的技巧 讲故事的技巧 吸不吸引 或者有没有嘉宾 就会这样 所以如果你少点心机 摆下去 或者少点兼力 其实你的节目就会很满 那还有 也都去想了 你就是要想你的platform 里面 可能你看开的 原来 原来个人都是喜欢看 教主 妈债人的 吊政虎的 那突然之间你说那些品酒节目 那原本那些老友的 你会不会看呢 那你不要跟我讲 我比较有心机喝酒 那为什么你跟我讲 灵异节目 我都不是看开这些东西的 那你跟我讲这些 我不喜欢 我真的看时事 那你可能又会 跟target audience 或者你原本 基本盘的人 的品味有些不同 那这个呢 都会很影响 节目的这些收视 反应 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 就是前台长 梁锦祥 可能在这一方面里面 那些market的触角 或者找人 或者某一些的 execution 其实就可能就是 少了那种桌头 gimmick 还有有时就很学术 那比较整体上来 就是那个entertainment level 就是不够 因为我当时始终都在想 这一样的事情 就是如果 在那个摩台阁里面 个个都在讲政治 个个都在讲这些 那么serious 我们怎么都要令到 一些light heart 不要有 没有政治节目 一定会有 但是就希望比例 就不要那么强 是吧 所以当时 我们其实看回 2019年的社会运动之前 我们讲一些 政治议题 其实 跟我们的entertainment 的 或者资讯性的 一个对比 是说的是六四左右 40%是政治节目 60%是娱乐 和资讯节目 会为主 那我想 如果以一个 原本100% 都是在讲政治 评论的一个节目 而他们的观众 会不会 接受到 如果有一些 的节目是比较 informative 但是如果你的 节目主义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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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或者那些东西出来 不够 过瘾的 他们会不会觉得 不要浪费时间 看其他东西 会不会有这样 这也是一个 要考虑的一件事 所以 也有时 在这方面 我都会警惕着自己 节目的development 那方面 要怎样去尽善尽尾 押促共赏 希望可以 也有些机会 就预认了输 不要输得那么惨 三四八 即是很能收家 起码一些的 其他一些主持人 我给他们的情况 就是 起码都三四五千人 的kick view 一集 即是 你去不到一万 都去到三四五千 那我都算是这样 但是 当时就是 这样的一个 to them 但是始终 很难搞的 原来到最后 我去find out 原来他们真的是跟人 跟那个主持人 有没有charm 或者说那些 过不过瘾 跟节目 所以在现在 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YouTube channel 你当作一个shop 但是里面 就有一些固定的餐 固定的产品 真的有些人会捧场 每一集 你将这些产品 做好它 那有时 你就可能会 推出一些季节限定 那就是 看看会不会有人 会喜欢 是吧 但是 如果人家不喜欢 就早一点 就 扔掉它走了 就是换个别的 是吧 就是千万不要 确定是为做而做 就是个别小众 三四五十人 喜欢吃的 那你就 无谓了 就是做一些大路 让多些人去 那现在的情况 就是竞争很白热化 是吧 所以呢 不要说没有新的experiment 但是试了不行 就真的要转换 转一些 可以适合一些方向 那其实现在你看 老我做第三台呢 所以第三台我都不停 在试着一些topic 譬如 哦 煮送的 我知道去到最尽的 都可能是四五千人 喜欢看我煮送 但是当我说 旗案和鬼谷啊 或者仍还首旗 那这些 就会多些人去听 可能会集 可能会 一万多二万多人 三万多人 那我就会在这个方向 就是会希望 可以吸回多些的客 多些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客 就会聚在这个channel里面 那我就很记得 就是我都尽量很希望 有机会可以报答教主 那在合作的过程里面 那就是有时教主会上我们的节目 那教主有时不方便 或者去了埠啊 或者是有一次是他病了 那我们MHK的同事呢 就是我啊 啤梨啊 林康正 和亨利啊 都会很常常都会义慕 上去的节目里面 就帮他撑场啊 帮他顶住啊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那当然是 我希望可以帮回教主 或者在我们之前 得到他这么多的扶持啊 advise啊 各方面 可以帮到他们做事 那最惨的一次呢 那我们两个台去搞一个节目 就是有时候 是2019年的 一个节目的立法会 叫做选兵折账 那选兵折账就是 就是拿个鞋音 我改的 好像是我改的 还是亨利改的 是我改的 如果是 选就是选兵 就是选民的选 折账就是赢的大折 那这个节目 就想着呢 就在myradio那里一起做的 那然后跟着呢 就会访问一些的候选人啊 他们的参政啊 政綱啊 或者pd的那个选情是怎样的 做了两集 还是三集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林郑月娥就立刻 就将这个的 立法会选举 因为疫情也好 什么人拆也好 退一年 不肯选住 那之后节目呢 就做了几集 就是尖山腰斩了 啊 混蛋 顶你个肺 那合作就很少了这些的机会 那我记得就是上过 啊 英文猜场啦 都有几次啦 因为教主那时候有不舒服 有病啦 要看医生啦 那要休养 那梁锦祥就也找了我们上去的 那我和阿亨李也在轮流上去 那我最重要的是 那我上了去的节目之后 我都欺负了头 梁锦祥你是不是傻了 突然间跟我说 完全没有激过concent 或者是完全是没有 和我之前单传过 啊 如果我想和你打一场 为什么你和我打一场 打死你啊 为什么你和你打一场 是不是 那你和我打一场 我为什么要和你打一场 你又打拳啊 是啊 那我想和你打一场 那我们打一场 然后囚钱呢 帮我们两个台 那我说 大哥 你真是 coach me out of the blue 是不是 第一 我都要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 回答你yes呢 还是回答low呢 还是怎么样呢 如果回答low 好像不会给你面子 回答yes 我在想 我又不是很熟你 那我熟悉的人呢 或者我熟悉的人呢 我都不喜欢和他 sparring 或者打的 因为有时候 那些唐人 那些心底 狹窄 一会儿做你 就好 你生气我 我不能出声 那我扑街 又或者 扑你的街 我被你打了 我自己都没有理由 胡理头 贏你 就扑你 应该的 输给你 就扑你了 就扑街了 我没理由跟你打 怎么也不会跟你打 是不是 那他问起来 我会不会觉得 傻了 你问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很紧奇怪 有时候我真的 扑街头 说台长 你干嘛 那些东西 所以我当然就是在这个 节目里面 大家不记得是哪一集 银行踩场 你自己找回 还找回 那我都没有想理他 没有 不打 就是不做这一样的事 那我不知道 就是他自己的真实 因为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有制作节目的气氛 就是他真的想找我 和我打一场 还是怎样他知道我喜欢打拳 因为老实说 我不是打得好 那我自己说 打拳 其实这些sparring 我都不是喜欢打得快 比我弄到人 第一个不是在上擂台 第二 我是平时去打 我只不过是希望 可以锻炼我的伸手 的反应 的气 各方面的东西 还有有些学一些智慧 不是真的说 要来我们打架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很越 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都say no 那这一件事 我就觉得 台长有点奇怪 另外第二件事 有点奇怪 其实我也有 在节目里面 我有说过 他有多老土 有一件事 那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 就是死了一条 柴头 这件事叫做老表 这件事 我都不想再多说一件事 那你拆头一件 抵得死的 是吧 就是挑拨离间 搞事搞非 就是 是非做人情的 那些贵弟 网台 丢你什么波罗鸡 那当然他死了 那我这些 这么喜怒 淫于色的人 我当然拍手张开 香槟 恭喜你 你丢你什么 你生癌症 死得好 那这样是吧 那当然就有很多人会 借这个机会里面 说我粮薄 说我陷家产 说我坏人 扑街 那样 他都死了 你干嘛 你这么粮薄 我丢你到尾 他在山的时候 我丢你什么 我找人打直他 那又说 我丢你 他死了 丢你什么 天收他 等你死 好很开心 他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死了 我表达我自己不喜欢他 好很开心 现在你什么小族眼开 那都不想给 做人做女 那么崩周 那么辛苦 当然理你死婆 那当然也有一些 他有一些朋友 就是MyRadio的支持者 那当然就 对话口珠不伐 那也都会 在节目里面屌尺我 自己MyRadio的平台 在节目里面 叭叉我 那当然一个叫做 世姜昂狗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叫做姚管东的陷家产 对吧 那这两个人 那就是不定在 MyRadio的平台里面 公器私用 那这些完全没有公共性 那你在Facebook里面 打飞机 叭叉我 或者你在Facebook里面 开Live 叭叭我 那没有所谓 但是大教主不在 那然后跟着 你就用了MyRadio 一个去叭政府 叭高官 叭中共的平台 然后跟着 然后因为私怨的问题 你拿起来叭叭我 那我还帮了 卖了MyRadio的 这个空间 这个时间 去做一些 发泄自己 对我的不满 那你做 那你做了台长 那我们还帮着教主 就是在他不舒服的时候 移坐着你们的 的平台 就是你竟然可以 给到他们这样去做 那我觉得 你不看真面 都看佛面 是吧 就是大佬 就是你 你不论我 有帮不帮 你都帮我 顶懒了一刀 是吧 好像这个食神 阿珍姐 是吧 那就是 我都敲了头 你做一个台长 这些完全没有公益性 没有公共性 屌你 在这个节目里面 事愿屌我几集 你为什么 你不会禁止他 让他屌你 那样去 他继续去吵的呢 还跟着在 互联网里面 那样去传 那当然你会继续骂 知能道 我熟悉我的人 当然就觉得 他们昂糕 和老人徒 那但是 就是我自己 就会觉得 你 你作为台长 为什么你会做 这么昂糕的做法 当然是言论自由 但是关键是 你是不是应该 都要有个 折制 要这些人 你的节目里面 是不是用来 做这一样的东西 你放在这个 平台上 和卖 radio 搞到 那些人以为 我们和MHK 不妥 有这些风风雨雨 也是一个 在大局上 不应该 这样去做的做法呢 毕竟 大家都是有台 这个我想 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一个节目里面 就是 发过老皮 那教主 后来身体好一些 都立刻 约我出来 有一次 在他青山道 一间日本餐厅里面 吃饭 请我吃鱼饭 又喝酒 我当然 就当然不会怪教主 但是 教主也都没有 把这件事放在口 但是我当然知道 他乐人家背后 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都觉得教主很好 其实他也都不需要 理这件事 但是 可能他也都明白到 了解我们的感受 所以 每次 现在 虽然 散在不同的地方里面 我都很希望 每一年都可以 有机会去台湾 探探掘 当然 更加希望 有机会 将来 在香港的 时间 大家一起可以出现 在香港的地方里面 我们就可以 可以 请他上去 在自己的美食家 做嘉宾 请他吃东西 和他一起去吃 云吞麵 吃瓶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 心愿 可以和教主有机会 做一集的大院有乐 就是说他扮布 一些个人的经历 搞天狗日报 是吧 新闻界里面 龙门镇 是吧 那时候 他晚上做商台的 节目的经历 全是一个香港人 应该要有的经历 当然我现在 不想特意去台湾 捉他做节目 去烦鸽他 始终年纪大老人家 我都不想他浪费 那么多时间精神 但是 想想吧 我都希望 有机会的时候 都可以邀请他 做一集大院一落 去讲讲这件事 或者是 明年有机会去台湾 这个时候 早点跟教主讲 我有些问题想问他 让他准备一下 那我录一筹 大院有落 都好的 第一 我想教主 不会介意我录他卡 另外第二 就是 我想教主 都很想 不介意 将他一些个人的办报 在媒体里面的 媒体人的 经历和大家去分享 希望 有机会 都可能和大家做到 这个节目 我也都满足了 自己个人的 bucket list 希望做得到 第二个 我当然很感激的朋友 就是 雍正晶小姐 雍正晶小姐 跟我做过两季的 佛门警讯 那我怎样去认识 雍小姐呢 就是在 myradio的台庆里面 插了扒 互相介绍了 也都知道 她去追击一些 佛门的一些骗子 我们那时候 也有自己做过 捉假和尚 那方面的事情 我也有捉过一些 假乞衣 在这方面 大家就很自动组合 我当然 眼着头皮 我就想到 有机会 她自己 都常常有佛门警讯 但她就很 没有一个 platform 去发布她的新闻 那些消息 那不如 我口着面皮 去敲门 跟雍小姐说一下 不如合作做一个节目 那样 所以我就首先 在蓝皮书里面 就访问了雍小姐 那一集的 等待当然很好 那然后 接着呢 大家做过节目之后 那雍小姐 你觉得我们 就很有干劲 或者我们都 聊得到 那 也有牵手 有没有机会 可以再上 你们的台里面 有节目 你们可以随时找我们的 那当然 后来也有先人爷 有请过雍小姐 那后来 我就是 就跟她说 不如我们做 佛门警讯 叫人们认识清楚 不要相信假和尚 不要相信 顾名钓鱼的 狼钓高僧 那当然我节目里面 不跟她说粗口 是不是 就是 让人知道佛门里面 一些藏污纳 就是 不要乱那么捐钱 输身家 那在节目里面 我觉得很好玩的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呢 经她的口里面 我更加认识 一些佛门 一些智慧 而我发现了 天主教的很多的教义 其实跟佛门很近似 为什麽呢 就是在佛门里面 尼姑 似乎 好像低那些和尚 我们天主教 又好像 那些神父的格子 又高那些修女 这样的 有很多东西都很近似 就是有些 规矩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 那些人说 耶稣呢 长大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就不见了 突然之间 回到耶路撒冷 那时候是为什麽呢 因为其实 那时候的三王内朝 其实就是 它是佛门的 在世灵统 然后呢 扔它回去 去印度 天竹 那些地方里面 学习 然后跟着 学成之后 他就去西方传教 那些人是这样说的 不好意思 耶稣哥 我也是提到坊间里面的东西 当然我相信你是真主 和天主 三为一体 是吧 那就是 我也都啟发了 对人生很多的哲理 他人也都mild了 脆和了 那 在他身上 学了很多的东西 那当然 翁小姐做 奇案 那更加有一手 是吧 就是在我身上 我也是在他身上学 那 而发展我们 spin-off了来的 香港奇案 那所以呢 就是在两位的 前辈的身上 就是学会了很多的东西 那而在做 《佛门警信》这个节目里面 有两个事件 我觉得是很值得 跟大家去分享 以前的一些 的历史 第一个就是 当时 总理 史提 和 假猫俊 如果没有记错 就走鬼了去北角 就是看那些 什么样去放山 那些海鲜 这一集的 《佛门警信》 我觉得是 很鬼死有罪的 虽然不是我 和翁小姐一起去做 但是呢 就是 我们走一个 云枪集 东张西望式 入侵了 那个放山法会 然后呢 就是了解他们 怎样去困人的钱 怎样去运作 怎样去 买海鲜 到海上面去放山 然后下面 有没有人兜住他 如之类推 那这个就是 在做起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 很警势之余 去参加这些 佛门的出家仪式 而当时 台长呢 就有一个佛门的绰号 佛门的弟子 全部是姓 即是释迦牟尼的释 就叫做圣燕 色圣燕 圣就是圣爱的圣 燕就是出燕的燕 色圣燕 就是 叫做圣燕大师 圣燕居士 这一天猫 就有一个佛号 就在笑到卡卡声 那当然 我就很记得 就是后来 就是 翁小姐 就是第二季 最后那时候 我们都在 在西环一个公园仔里面 就是做一个外景 有一个录影 那当时他 husband son 也是监场的 等他录完之后 就和他一起离开 那我好感激 他们 就是 帮我们的台 准备了这么多的 特别 也都很多 新的朋友 都是看一个 佛门警讯 所以就在 我们创作 或者是 我们创办 MHK的过程里面 那这两位前辈 都帮过我们 义务反顾 一元都没有收过 尤其是 翁小姐 和我们 合作 是吧 当然我请他不起 也请他不动 那纯粹是拍肩膊 义务 不会跟你计较 金钱上的东西 也不会说 你这帮小姐 借我 拿了这么多 你应该 有没有什么表现 没有 全是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他也绝对不需要这些东西 是不是 那我当然 当然有请他吃饭 是不是 这个是必然的闪 就是做回一个 Kurtis 但是 他完全是 义务性质 拍肩膊 做了这么多集 大哥 居马费都涉了 但是 他有时就会来我们观塘的地方 有时我会就他去看乐园的地方 和他去录影 那通常呢 我就会一手就约他六几集 那也都不需要他走来走去 那么辛苦 那所以 我就会定一些的想法 一些的 topic 然后经他过目 然后他跟着呢 就觉得OK了 可以讲了 那或者他给一些的资料 我们呢 那我们就可以再 modify 那去合作 快人快雨 是吧 高手过招 是吧 没有拖泥带水 埋位就 就算有时 他不舒服 一看到那个镜头 他自然就 揮灑自如 那始终是 吃完那一幕饭的人呢 就有另外一种的 Energy 就算平时 借着借着 一埋手看到那个屏幕 就搅拌店吃碗面 那所以在他身上 也都学到一个 专业 做节目主持人 那种的 气场 那种attitude 是吧 压场 是吧 谈吐得体 转数要够快 是吧 要有gag 是吧 是吧 跟着 就是跟他有punch line 就是有些笑料位 他也都接到招 那你也都跟他做的时候 有些反应 在这一方面 就会啟发了一些小宇宙 令到功力有所提升 那如果你问我呢 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些无人高手 是吧 就是大家 识识相识 他也都见到一些后背 是吧 指点你两招 那你在身上 就完全受用 所以 得人恩 那千年计 那这一集的 这个 舌到空虚 十年血淚史 是要多谢两位的前辈 在我一直的 奋斗的过程里面 帮我 我们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把 永远记得两位的 这个 支持 和勉励 那希望足两位 就身体健康 生活自在 称心如意 百无禁忌 好 那今天是这么多 再过多个礼拜 再和大家见面 我说议事规则 你作为一个议员 在议会里面 你以示 究竟是做什么呢 他不是守则 就是 ad rules and procedure 牵涉到的问题 你明白吗 譬如说 我们提出政案 然后主席就说 你这个是不符合 那个议事规则 那就带回来给我 但是他要写一篇 很长的东西解释 那我又写一篇 很长的东西 去回应他 我将这些来来往往 这些信件 和讲的那些条例 那些 是很叉悶 但是这本是天书 有没有appendix 就是你以前留下的东西 有 当然有 全部都有 譬如说 那个版权条例 只是版权条例 可以出来一本说 那大家知道 究竟要害的地方在哪里 是不是 那现在大家都在说 刚刚后又不记得了 总是要反对 有些人觉得 但是究竟是什么 fair use 究竟是什么概念 全世界都有的 公平使用 是吧 你可以用别人的 就是 你不是侵犯处作权的东西 你可以拿他部分的资料 或者影片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自己几十年来 我们很清楚 我和阿忠又认识几十年 阿忠又是深水埔 一个深水埔区议会的票 已经够当一个立法会议员 文协很厉害 现在阿忠又下来了 阿忠佳工 佳工和文协有很多地方相处 它都是基层街坊 你明明是为主的 所以他们有基本盘 老实说 不过现在在这样的形势下 那个基本盘不足以去当选一个议席 基本上已经是 你明明 他那些佳工那些佳方 他认识你什麽初选 他怎会投票 他根本不认识你那套制度是什麽 他只是认他人 认他街工的招牌 你下去葵清你就知道 我们很清楚 那些街坊很异情的 那些老街坊 有一些人 但是他的数目是不足以 现在是不足以去 令到你当选一个议席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阿忠上一届 就是跑去超区了 你明明 人家计算那条数 那你找你那些年轻人 又赢不到 你明明 所以现在 我想答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 你这麽熟 当然知道 为何2016年 我要超选 我是不上街的 我觉得你左翼的 你跟我们 你又反对那个功能阻别跟我一样 我们现在的功能阻别 就是有了一个 要忍着突然接班 就是令我出现超选 给我的同事 上海西区尝试下 选下 这就是一个 2016年 我已经开始有这样的 其实我所理解 中那届 就是完之后 选完超区 他就不会再去选立会 即直选他不会去选 因为你交代不了 我第一个就要攻击他 他跟我一起 喂 提反对票 2010年 这些自由党 所以他们的民主党 他们的区分 全部都是这样的 我想加州的程度 不谓到很长次 所以那些老叔 就是很威的 你真的明白 现在就是那些居民 害怕 你住在政府 这些庇护中心 或者中途宿舍 就是这些 左交政府就喜欢这样 所谓 最可怕的是他不强制他们解读 我觉得 如果在 譬如说这些民主党的政府 政策 那些社交民主党 他做这些事情 是很合理的 但是问题 要配套才行 我记得我有一年去 即是立法会 暑假有些考察 那我们去考察 那些贫穷问题 其中去一个地方 是不应该会有贫穷问题的 就叫做日本 日本就从来没有贫穷 这个概念 在战后 即是当经济发达之后 是 但是他那个泡沫爆破 经济泡沫爆破 到现在都回不了身 三十年 所以现在开始出现 就是早十年 十几年 有的呢 叫我 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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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楼一族 叫他四十多岁住在家 你知不知道 就是吃老爸老母的 他上一代有很多钱 有一些这样的人 这些就是 濕了的姓水 是呀 姓水 灑了很多 他叫他 他叫 姓燕 姓燕 是 姓燕你好 哈哈 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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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現在就不說什麼 雖然我家的媽媽是正義好 但是現在我們就送她出大海 你們往生靜土 好來好去 你死 大事都要講 我開我了 胡骨大戰 下輩子不要做魚 這個就是她的創語 真的很多 嘩 真是很多 嘩 一丟一丟下去 一起放生 這些是食人倉來的 師傅 你們把她分類 前輩一條都放進去 一條都放進去 不是 多多錢也好 所以為止 我先帶你 給你罵上來的時候 就把她分了兩千 嘩 好大工程 你這個拖 拖回來 裡面有什麼東西都有 是呀 對嗎 一會兒就不再來 好 那幾點放的時間 3月和4日一起放 不合法都有 哦 是不是合得了 你給我聽一下 那這次Total就有 不得八個還是九個 就是越來越多 是 就找了叫Ben Ben 我的同事 其實在我們的 其他節目都有做過 出事 那他都想是中大學生 想是參與一下 上一次他都有來 但上一次他有觀摩 那這次他簡直是 雖然第一句說明 哎呀 事後 我不要去警察 我怕有麻煩 那些 說你不用怕 不用怕 Ben 是不是就外食人 是呀 是呀 那他這次 大家一開始就在中環地站 分工合作 誰負責付錢 誰負責拍攝 誰負責跟著他 我們八九個人 分工合作 因為我們已經收到線報了 兩個假和尚 已經在蘭桂坊 可能很早十點就已經出現 錄了 我記得那晚你們錄完節目 大概是九點鐘 那晚我們錄完 是十點鐘才出發 十點半去到中環 那我們決定去到蘭桂坊 一發現了假和尚 就兵分兩路 跟著他們 跟著他們 跟著差不多就報警了 即是給了錢 他又兜售一些東西給我們 之後就報警了 不過呢 就不知為何 我們就十點半走上去 十點八十點就夠了 剛剛就有一個那些線人 就哎呀 那兩個假和尚 一個在這裏 一個在隔離街 就是蘭桂坊 那兩條街 是你怎樣去面對人生 一些必然的事 好像生老病死 是講的比較多 但是你看到道教 其實他就是 向往於長生 是他追求一個長生 他就沒有那麼去面對這個死 是必然的結果 所以大家那個 那個修煉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都不一樣 是的 明白 有時候我出外景 就是我去拍一些 香港不同的大小廟宇 我有時候都搞不清楚 究竟誰是道教的廟 還是佛家的廟 因為拜到亂七八糟 一會兒又有黃大仙 一會兒有觀音良良 一會兒有很多不同的佛像 在裏面 但是我發覺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這些廟宇 外面臨近的農曆新年 過時過節 有什麼什麼的 凡泰稅 避泰稅 有些占卜算命 那些service 在裏面 為什麼會有 我想你第一件事要分開 什麼是道教的廟 什麼是佛教的廟 佛教的寺 我想你從它的名字 你可能會看到 譬如什麼宮 蓮花宮 就是道教 那是什麼池 什麼罐 什麼洞 青蟲廟 他們很少會用一個寺 是 那凡是用紙 那你就會多數知道她是佛子 寶蓮子 是不是 那佛子是不會叫自己 是功、官、道等的 明白 所以你從它的名字 其實你已經可以知道 他是道教 還是佛教 她的名字 我是獨棄